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沒關係 反正人少 我們就剛好輕鬆的聊聊 因為我今天要講的其實是一個動畫短片 其實應該是 總共是兩部短片 但是它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一次合作的經驗 它是由我們這邊LibreOffice 或者是你可以講slate 然後跟Blender 台灣的Blender社群 然後在北部有一群人 因為我們合作了一陣子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來做 我先讓你們看一下這部片 我相信大部分你們看過 但是如果你是Android手機 你去Google Play 去找LibreOffice Viewer 這部短片就在上面 這部短片就在上面 那我先提示一下你們 就是說這部影片我們藏了非常多東西 我們藏了非常多東西 你可以看就是幾乎你看得到的文字 看得到的圖示 幾乎都有含義 幾乎都有含義 所以你可以在看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放的這些 好 那我現在就 我現在先播這部影片給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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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部片你們有看到什麼感覺 你們有看出什麼樣的含義 有沒有看出什麼樣的含義 要不要再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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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大家看一次 你看一下這個鏈頭 鏈頭上面的字其實都是有含義的 然後手機上面的 不管是時間日期都是有含義的 好 那這部短片其實只有30秒 其實只有30秒 但是呢 我們想要傳達的意思 我相信應該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一開始這個手機是被鏈條捆住的 它是被鏈條捆住的 但是呢 有一股力量開始去拉扯這個鐵鏈 然後呢 最後終於突破 突破之後呢 所有的文件全部被解放出來 好 那在那個鏈條上面 其實我們就放了很多 比方說有一些字 比方說像PATTERN 或者是像Vender Lockheed 那一些是 象徵於我們想要突破的枷鎖 那像那個鎖頭 也是都經過特別設計 那鎖頭上面的字 也是特別挑的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部片出現 為什麼會有這部片出現 那這個 稍微講遠一點可以講到說 我們這次剛好在推那個 我們國家政府在推那個 開放文件格式 當然其實它的原 它的最開始當然是因為授權費有問題 雖然大家都在用微軟office 但是 那個授權費開始 的確很多單位都已經收不了 那 它開始在推這個時候呢 ODF這個東西其實它在2009年 就已經被定為國家標準 只是說當時 你看像這裡 這邊其實我都有表 這2010年1月還有4月 然後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那只是說 雖然被定為標準 但是根本就沒有人理嘛 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人理 那 只是說整件事情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英國政府宣布 所有的政府 當然全部都要改用ODF 那這些事情就開始出現轉機 那2014年下半年 國發會就開始 啟動一系列的政策制定 討論 那個時候我也有參與一些討論 那你可以說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股由上而下的力量 過去我們是在底部搭地 但是這個時候出現了一股 由上往下的力量 希望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把 把這股力量把它揭起來 所以呢 在2015年上半年 宜蘭縣它就開了第一槍 那我們就開始 開始幫宜蘭縣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在2015年 我去參加Leboard Conference 把這些經驗告訴他們 那它引發的連鎖效應 其實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其實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這個國際 國際的一些部落客 他們開始在報導這件事情 他們在寫這件事情 然後呢 那有人跟我講說 欸那 這頁你看有這麼多文章 都在寫這個東西 那我就把這些文章 搜搜搜搜搜搜 然後我就往國發會長官 那邊一推說 董事長官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台灣在推了 那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那個時候應該是 心裡也在碎碎念 但是 我希望能夠create一個就是說 你現在做這件事情 那你回不去了 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 是這樣子 所以呢他其實在兩三年前 他就開始要求各省政府 要去做 那現在其實持續 他第一個三年就要結束 他現在有第二個三年就要 真的持續中 好 那在另一方面 我2015年去跟他們報告這件事情 就是在share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在文件基金會裡面 也引起了一陣的糟動 好 那這個是 這個 很有趣就是說 第一個他們發現 亞洲原來有國家在推這件事情 而且是用國家的利益在推這件事情 好然後剛好那一年呢 我又聽了他們一場 就是文件基金會 就是Liber Office 背後的法人組織 他是註冊在德國 但是他就是負責 整個Liber Office的 包含捐款 還有支出那些會計帳 然後 他們又就是支持一些 Marketing行銷等等的 這些東西 那他裡面有一個 Servication Committee 就是說 他有發 issue那個認證 那他認證有分三種 一種是Developer 一種是叫做Migration Professional 就是導入專家 那第三個就是Trainer 就是講師訓練專家 好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去說 OK 那我現在有宜蘭縣的導入經驗 我可不可以去申請他的Migration Professional 那他們的Community就說 他很高興 他說好啊好啊 你趕快來申請 然後跟我講說 你就準備什麼什麼文件 什麼文件給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一句話 我說你要的文件我都有 可是都中文耶怎麼辦 然後那個負責 負責這個Servication Committee 整個就張到嘴巴 顯然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過去送出去的文件 基本上都是 可能是英文 義大利文 法文 德文 這些東西 他們都可以處理 可是中文是第一次耶 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他想了一下就說 他說好沒關係你先送 你先送 我們再想辦法 好那我就送 那我送的時候我就把文件寫寫 然後我給他 當然我有用英文去做一些note 就是說哪個檔案是在做什麼 哪一頁是在講什麼這樣子 然後到了我們那個interview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在布魯塞 我在台灣 那我們是用Google handout 在interview interview的時候他就跟我講句話說 我們看過了你的文件 但是因為都是中文說 我們看不懂 So we have to trust you 就是說 反正我也看不懂 那我也只能相信你給我的東西是對的 這樣子 後來他就邀請我 他不只是讓我拿到認證 他邀請我直接加入認證委員會 目的就是什麼 第一個協助亞洲區推展 LibreOffice跟這個認證 那第二個呢 我也要協助他們 就是假設亞洲區有人申請 我也要幫他們整個文件就對了 好那 當然我就開始在文件經驗裡面 就開始比較活躍一點 就把比方說像 這個是Marketing Meeting Marketing Meeting 我就開始參加他們一些線上會議 那有一次的Marketing Meeting 他們就講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他們有LibreOffice Viewer Android Viewer 那雖然Android Viewer本身 其實當然還很不成熟 但是他就講到說 那個Google Play有說 Viewer上面就是他們那個頁面 你要放置30秒的影片 要放置30秒的影片 那他們一開始就在想說 那30秒的影片 他就說他就錄一個影片 然後講一下新的功能 然後錄那個操作畫面這樣子 那我聽了以後我就想說 欸這樣會不會太無聊了 你才30秒能夠講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給他們一個提案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好 就認識了這群藝術家 我就給他們提案說 欸要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30秒的時間反正講不了什麼 我們來做一段動畫 這個地方你看 好這個是我的名字 然後他就說我們來做 我說我認識一群人剛好他們會做3D動畫 我們來做一段3D動畫好了 然後他們就想一想說 欸好啊來試試看 那這就是在這一端 在這一端我們就開始決定說 好那我們就來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呢我的合作的夥伴是誰 他們在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在 我跟他們大概是三年多前認識 就是我們有一次協會 我們在辦那個軟體製作活動 然後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 然後我們都不認識 然後等到活動結束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聊他就說 他們其實在台北市那個 南京三民站那邊 他們有一個據點 然後他們其實是一群藝術家 做3D創作 3D繪圖 那也有一些是音樂 但是呢他們 就是他們都有共識 有一個堅持就是 他們用Blender來做 他們的3D動畫用Blender來做 那我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還有一群 使用自由軟體在創作的人 聚集在這裡 那之前我們通通都不知道 後來我就去拜訪他們 然後拜訪他們之後呢 真的一拍即合 那我們後來其實我們經歷過了一些 一段時間的那個 合作聚會等等 像這個地方 這是他們的Logo 像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他們做出來那個 那時候就是我們好幾個人 好幾個我們都跑去拍那個 360度全向攝影 360度全向攝影 然後呢他就把我們的 比方說我的攝影 就變成一個模 變成一個3D模 然後呢他就每一個人 你看他這個 他這個體型特地為我設定 設定成長有一點 然後你看就是說 他光是用3D 他就可以幫我們做很多東西 好所以像我們接下來有一些計畫 就比方說用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來做一些 自由軟體的教學 是不是實在的 但是他就會一個很Q的 一個3D的一個做法 好那這個是他們的 我先講一下說這個社群 他們有這樣的功力在 那後來呢我們就開始這個計畫 我們就決定說 要來幫他們做這個30秒的影片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這一群呢他們不是只有單純 做藝術做繪畫 實際上呢你可以說他們是很專業的 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他 光是這個分鏡表就 可能就花了快一個月 就花了快一個月 原本不是說我們想說 我們這樣子做一做 然後我們就直接下去下手 不是他們是很有計畫的 我這邊我把畫面放大一點 就可以看到說他其實他是 大概幾分幾秒的時候 從什麼地方開始 然後顯示什麼東西 有沒有然後呢 鐵鏈的上面的字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字 然後呢他有一個重點 然後有一個重點 像這個鎖頭跟天平 這個天平中間還放這個錢的符號 他就是很多他用很多的方法 在諷刺現在我們的一些狀況 然後呢我們的重點是 他這個拉扯拉扯拉扯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重點 一個快樂的呼喊聲 他原本這邊寫的不是Liberty Liberty是我後來改的 那本來他講說這邊 要有一個呼喊聲出來 就是當那些文件被解放出來的時候 要有聲呼喊 那他原本寫的是LIBRE 因為他也不太知道很多單字 那我就說 那這樣子我想到的是那個 有一部電影 那個英國那個什麼什麼戰爭 然後他最後不是有聲 Freedom 然後我就被他罵了 我說我不是要那種悲裝的聲音好不好 我要是快樂的呼喊聲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那就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Liberty我們怎麼處理 但是它就是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聲音識別 就是說大家聽到這個Liberty 他就一直想到Liberty office這樣子 它是整個這樣分鏡表 光是這個東西就做了快一個月 所以先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 鐵鏈上的單字 鐵鏈上的單字 我們就列 哪些東西是我們想要突破的 那些綁住我們的東西 我們想要掙脫的 哪些東西 比方說Proprietary OK 比方說Polet Patent Serial Number Lock In 或者是 像那個IP 或是什麼The Great War 這類的東西 Sensorship 這類的東西 然後呢這個Bundage 你知道嗎 這個Bundage後來被拿掉了 被誰拿掉 被那個 國電基金會的 那個Marketing的負責拿掉了 因為他說 Bundage有性暗示 不要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好 那OK 就是說我們在鐵鏈上面 我們就放這些東西 其實我本來想的更麻辣 我本來想的是說 你要不要放Oracle在上面 因為你知道 LibreOffice當初就是脫離Oracle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他們其實 某種程度上這方面 還是滿保守的 我就說 好啦 反正呢 我們就先這樣做吧 這個是鐵鏈上的單字列表 好 那再來手機上的圖是 這其實也都是我們有去挑 我們有去挑 就是跟文件處理 跟藝術創作有關 然後呢 它的日期時間 其實我們都可以 像它的日期 就是LibreOffice 當初脫離OpenOffice 成立文件基金會的那一天 OK 然後呢 時間是4點16分 那個是導演的生日 然後像它的那個電信的基地台 就是Document Foundation 這樣子 其實我們都是有一些設計在裡頭 那這個是我們在開會討論的 像這個背景 這個就是這個天秤 這個天秤 那這個天秤 它是放在那個鎖上面 放在那個鎖 就是我們最開始鐵鏈鎖住的那個鎖 那個鎖呢 那個時候他們也在講說 那個鎖要叫什麼名字 它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可以精確的表達出 我們現在被這些鎮制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商業公司你要賺錢 你要利潤 像我現在在很多說明會上面 其實我也都告訴他們說 其實你不能說這是商業公司的錯 因為他們本台就是商業公司目的 本來就是要追求股東的最大利潤 只是說我們今天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我們是不是要follow他的規則 好 這是我在談的 那這個東西呢 後來我就給了他一個名字 叫做Snature Snature 你知道Snature是什麼嗎 各位有沒有看過哈利波特 在場都沒有人在看哈利波特嗎 哈利波特第七集 他們不是開始在找分靈體 然後不是有一群那個在追殺他們的那個 追殺他們可以拿到錢的那個 那個翻譯英文叫做Snature 那中文版翻譯叫死拿錢 我在想說這個字看起來好像還蠻OK的 那像這個 這個其實講真的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這就已經超出我的專業範圍了 這是他們的專業範圍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其實他們每一個物件 像他每一個鐵鏈鏈條 他都是一個物件 而且他呢 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 他要做到一個就是說 在這部影片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替換 像剛才的那個手機 他可以被替換 那個字貼圖可以被替換 他要做到資產管理就是說 他要做到比如說像我這個鐵鏈 我可以換成某個其他的東西 只要你想得到 好 那換句話說 我像剛才的那個單字列表 我本來就說OK 我們先這樣做 那之後我們自己可以來搞一個版本 你可以貼中文上去 或是你可以真的就把Oracle 跟Microsoft放上去 這個Anyway就是 你事後東西release出來 你可以怎麼惡搞 你就怎麼惡搞沒有關係 他們就是要做到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每一個都討論得非常仔細 都討論得非常仔細 好 這邊又出現了一些很好玩的狀況 比方說像剛才你看到說最後 不是 最後文件被解放出來之後 然後就出現一個LeaveOffice Viewer的 icon在上面 對不對 那最開始的時候呢 他就給我四個選項 因為他在問我說 LeaveOffice跟底下這個字 你到底要怎麼擺 你到底要怎麼擺 那他就給我第一個 這個Logo這樣子 然後我字小小在這邊 第二個是LeaveOffice 第二個是這一個 大家在等寬 那第三個是這一個 那第四個長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我要哪一個 那我說好 不然我去問一下好了 我去問一下 那我就 所以我就發信去問那個TDF 他說YDARO他就是附在文件基金裡面 負責公關跟行銷 那去年我有請他來Costcard 我就說 我現在給你 那個一到晚你幫我看一下 這邊有四張圖 你最後的Logo你要哪一個 那我給了他四張圖之後 他給我的答覆是這一個 這個是第三個嘛 上面這個是第三個 然後他給我的答覆是 Definitely number 3 當然是第三個啊 他很斬釘結疊 當然是第三個啊 這一個 好 我說喔好 那 於是呢 我就跟導演說 Definitely this one 我就跟他講說 他很明顯就是要這一個啊 Definitely this one 結果呢 就變成怎樣你知道嗎 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變成這樣子了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我還沒有意識到 我還沒有意識到說 我原本以為這只是他 想到把它放上去的這樣子 然後呢 我又想說 其實好像這個時候可能聽起來也不錯 那一直到說 我在給那個 看就是Sample 我在給文件基金委員看Sample的時候 看這張圖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欸 你用這句slogan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我就想說 這好像是導演做的啊 然後我就跑去問導演說 阿你為什麼 我們本來不是講 Android for Viewer for Android 怎麼變成這個 他說 這句話是你講的啊 然後我才想通說 阿原來是這個 他把我這個語言是 他要把我 我要把這個置換掉 結果就做成這樣子了 阿 好 所以我就趕快 趕快再把它修整過來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種 這種傳遞 語言傳遞的事情 那是非常有趣 好 再來一個是算圖 他做完整個 他因為總共30秒 每一秒30張 總共900張 總共900張 那900張呢 要算圖 每一張 你要因為他還有好幾層 那當時 如果我們用的是沒有GPU的 的電腦 只有CPU在運算的話 像簡單的圖 可能一張要一個小時 複雜一點的圖 一張要4個小時 總共900張 所以呢 我們900張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強大的運算 運算能力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就 大家有的電腦全部下來 然後呢 我就徵召我兒子的 他那個時候他自己組 我教他組 他自己組的電競PC 電競PC 然後就裡面 這一張好像是1060吧 好像是NV的1060的顯卡 就用他來算 用他來算的話 複雜一點的圖 的確有 有減到好像大概 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本來是四個小時 有減到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那其實我們總共 總共有非常多台 你看像 像 像這一個就是他們那個時候 你看 像這個已經 我們底下還有分喔 第一卡到第三卡 第四卡 第五卡 第六卡 第八卡是最複雜的 第八卡最複雜 所以前三卡其實是 大概是幾十張 每一張大概平均有 有顯卡的電腦 平均算起來大概每一張三十分鐘左右 那這到時候就十張十張十張這樣子 而且呢 還發生了一些悲劇 比方說像算到一半跳電 我們家那邊算到一半跳電 或者是我看一下我這邊放 等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好像忘了放進去 像這一張 你知道 我增招兒子的筆電 算圖算到一半發生什麼事 蛤 Windows更新 你知道嗎 真的 我算到一半 他給我開始更新 真的 完全是我 完全是 意料之外的 他就開始更新了 而且更妙的是 更新完之後 怎麼變問十了 真的啊 怎麼變問十了 真的啊 怎麼變問十了 然後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個是我們那個時候 為了做紀錄片 那時候我也做紀錄片拍的 這個就是他剛好在算圖 那個小小的那個 我們講小小的二螺絲方塊 有沒有看到 小小的二螺絲方塊 他在慢慢填慢慢填慢慢填 這個是那個 這是用我的筆電 因為我的筆電沒有GPU 所以他用CPU算 那CPU算呢 他們就建議我們說 你那個 他本來是 一次可以算 256乘256 他說你如果是小 那種沒有GPU的話 你就把它 弄到8乘8 那8乘8 就變這樣子 好 那就小小小小小小小 這樣填 然後真的 我跟你講 在這個階段 你真的會 就一直盯著螢幕看 看他慢慢填慢慢填 真的 我就這樣盯著螢幕看 看了好幾分鐘 慢慢填這樣子 好 那我們 回到這裡來 這個算圖我們大概 算了 我們大概算 第一個版本 剛剛看到的那個Android Android的那個版本 大概算了接近一個禮拜 我們大概是 5個人大概9台電腦 算了接近一個禮拜 才算完 算完之後呢 還有一些是 那個 就是製作人 他覺得不滿意 我們其實有一些影片 但我沒有把他放上來 他覺得不滿意 他說這個地方你看 你看這張圖 這個時候突然之間 不該爆的就爆了 怎樣怎樣的這樣子 其實他們的專業 其實我聽不太懂 但是呢 這個就是大家分的算 大家分的算 一次就花了大概一個多禮拜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後來還放了這個版本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改用 改用這個 剛剛最開始播的是Android View的版本 對不對 它是一個手機 那我們後來呢 我們還做了一個資料夾的版本 那個資料夾版本 我就是希望說 文電基金會之後的影片 他可以拿當片頭 那如果剛剛沒有看到影片 剛好順便看一下 我還是提示一下大家 每一個 每一個 看到的字跟圖 它都是有它的含義在 你看我們這底下 換成資料檢查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些LOGO 還有像這個音樂其實也是 它其實是 獨立音樂製作人幫我們做的 那個其實整個是非常的專業 然後像最後的那個 登登登登登 那種就有點洗腦的那種小旋律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像我們在中間的那個資料夾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資料夾 上面的LOGO 這個我們就是有點刻意說 表達一件事情 比方說像 這是自由軟體基金會 SLAT 這個開展自由浪費 就是A加A他們 然後像這個是OSI OSI 然後TTF EFF 然後這個小小的外星人 你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小小的外星人 他是 他是我們導演的創作 然後他是一句國罵 他是一句國罵 把那句國罵變成四個數字 然後核在核在一起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小小的外星人 有沒有看到 3068 看到沒 3068代表什麼 塞你老白 他就這樣子 他就變成一個小小的外星人 那 再來你可以看到像底下這個blender 這些東西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表達的是說 你現在帶領大家 掙脫這個鐵鏈的 其實就是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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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 然後另外 另外我刻意把文件基金 或者logo放在這上面 因為在過一陣子 我要去跟他們講一件事情 你看所有的這些logo裡面 就他最不顯眼 就他最不顯眼 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含義 完全講不出什麼故事 你知道嗎 或者是像底下 底下那個像FSFE 他那個三顆星星 我那天也有去問 問那個 FSFE 有沒有 他這邊有三顆星星 我有去問說 那這三顆星有什麼含義 其實他們也講不出來 但是他說 現在可以開始在想說 三顆星有什麼含義 這樣子 但其實我就覺得說 其實 這個是我從 我從他們HIA那邊的人學來 就是一個設計的概念 就是說 也像後來我們這個slate 我們重新設計過 像這個slate 這個slate 我看一下 我直接給 我直接給大家看這個好了 這個就是我請他 我請他 像這個就是我有請他 有韓聲 這個是我請他幫我們設計的新的logo 那這個裡面就有故事 比方說 像你可以看到他是一隻鳥 他是一隻鳥 但是這個翅膀的部分呢 我這個l 突到上面去代表象徵的是 因為我們是sower liberty 所以是自由比軟體更重要 然後呢 你在這個鳥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一隻大鳥帶一隻小鳥 他實際上這兩隻鳥 實際上兩隻鳥 大概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傳遞一個 說 好在這邊 我們是一個 這群組織 這群人帶領著大家 去突破這個枷鎖 這樣的含義 那 差不多講到最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那我們在做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的團隊跟導演 其實他還特別看重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求我們一定要做紀錄 做紀錄 那我們最後撥的這個 就給大家看一下說 這是我們第一部紀錄片 就是這個整個製作過程的第一部紀錄片 那就從這張圖開始 那這部紀錄片講的是 那這部紀錄片講的是 剛才我們講的那聲Liberty 有沒有 那是小孩的聲音 那個是我跑去 我們家小的 他那個時候念六年級 然後我去跟他們老師借一節課 然後請他們全班的同學來 然後我們那個專業的錄音師 就是扛著那個設備跟那個隔音板 跟那個隔音板 然後就是開始 就大家開始對著那個麥克風喊Liberty 這樣子 那這個是那天的一個紀錄 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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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录音师 他这个是我儿子 被我拉他说就是我的子 这有隔音版吗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在做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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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后面还有一张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刚解释过之后让你看见他有一些 一些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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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我们交小朋友毕业典礼那一天 他只有回到教室要拍合照的时候我就说 再来喊一声吧 因为其实讲真的 因为这个是只有属于他们的记忆 在小学的生活里面 只有属于他们的记忆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支影片 那其实一方面我主要也想要传达就是说 我在文件基金会这里我也会 因为像这个设计 其实我不是拔他们免费做 我有付费给他们的 我有付费给他们 然后我有跟文件基金会讲说 这次是我付费 然后当成我捐给文件基金会 但是我希望他们 第一个就是比方说像刚刚那个logo 完全没有任何特色可言 我希望你们可以开始重视 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那个自由软体的社群里面 其实蛮缺这一块的 就是所谓的设计 所谓的设计 大家当然技术都很强 但是设计这一块相对是缺乏的 好像刚刚我在讲说 我跟欧洲自由软体基金会在聊的时候 我也是一样问他们 你们这个logo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又有什么还意义 他们讲不出来 刚好讲不出来 那我就说以这个为影子 我希望能够带起他们说 你们明年可以保留一些预算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更好的设计 那另一个就是说 这部影片本身想要表达的精神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行销的一个素材 实际上像我这个这样放出来 我们刚刚喊的是Liberty 然后第二声是自由了 那你那个自由了 我可不可以换成别的语言 可以啊 你去录然后把那段reface 掉 经过剪辑把它reface 掉 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 那是什么贴图什么 什么都可以换啊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完这个东西 然后第一个它不是免费的 它不是免费的服务 因为这都是他们的专业 你可以看到他们不管是录音还是做动画 他们都非常专业 但是呢它还是可以对我们在推广这些东西 能够表达出一个很好的 很重要的一个含义 那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两支影片 那这基本上关于这东西 我大概今年在9月在阿尔巴尼亚的Liber conference 我也在跟大家讲 在跟他们讲 那大家直接去Android手机上面 直接去Google Play上 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 虽然它手机本来不是日常下班 但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东西都在社长头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